新竹市也因为沿海的十级阵风 导致着树木碰到了配电线路 造成新竹市的部分区域停电 不过台电也马上派人进行抢修 而目前已经全数恢复电力 气象署也特别提醒 外出活动应该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沿海空旷地区容易有强阵风 还要让民众特别留意一下了 不过昨天晚间 台北的松山机场竟然大停电 有网友抱怨这行李一直出不来 狂轰机场跳电太扯 真是丢脸丢到国际 而在台中的中华路夜市附近 也有5000多户跟着停电 台中中区中华路夜市小市摊位 黑牙牙一片 店家顾客都好傻眼 但不止台中出现5000多户的停电灾情 连国际门面松山机场也惊爆停电 网友抱怨跳电跳第二次了 心理意志出不来 狂轰机场跳电也太扯 根本丢脸丢到国际 政府竟然还说不缺电 据我们连紧急停电机场一向是不会被停电的 无预警的一个跳电的状况 显示我们的缺电非常非常的危急 但核三一号集7月就将处议 未来定的缺口将更扩大 安全力推核能研议法案修法 将在下周交友委员会排案审查 总统府气候变前委员会副召集人 佟子贤也多次表达反废核主张 只能依赖绿能的406%太阳能跟2.2%的风力 你这样怎么支持AI晶片制造 所有的能源选项都要对台湾有利 包含让台湾能够减少碳排 要能够稳定供电 不过有民进党人士表示 行政院立法院和民进党团已有共识 非核家园方向不变 等于和佟子贤的诉求被盗而迟 蓝伟分析绿营内部正在分裂 佟子贤对赖青的影响力非常大 他批评对外发言说出重话 后来总统府虽然说 这并没有授权佟子贤发言 可是也没有批评或截止他的发言 这都显示出民进党内部 对于整个的反核基本教育派 以及认为能源政策应该要调整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歧义 完全种选票的考虑 非核家园的票 另一方面又开拓永和的票 这里面兵分两路 政治炒作 除了抛出和能研议修法牌证 要整院接求 蓝军也呼吁政府别在高举 非核神柱牌 务实调整政策才能补足 便利缺口 这是建务陈甄采访报道 这民进党的反赖权 这护民主的全台宣讲 29号来到了中立 民进党的政策会执行长王毅川 矛头对准了桃源市长张善政 他痛批国民党老是跟桃源作对 甚至张善政还把台积电给赶走 对此桃源市长张善政听到这句话 大笑了五声 还回呛说饭都还没有煮熟 你就急着先锅 上帝王毅川就说 因为说这个桃 国民党对不起桃源人 还说是您把台积电赶走的 我想台积电怎么离开的 这个当时选举的时候 从我们的那个院长 到我们前市长都来这边 那个饭还没煮熟就先锅了 当然煮不熟嘛 对不对 这个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想现在不用再讲这个事了 谢谢 不知道我们的总统赖清德 是不是要起义来归 想要走回蔡英文的老路 因为他下午到屏东 出席动物之家启用的时候 还当场宣布 任养了动物之家里面 缺了一条腿的收容犬斑斑 成为搬进总统官邸之后 任养的第一只宠物 更多内容我们连线给记者陈婷宇 好了 主播 总统赖清德下午是南下屏东 出席屏东县动物之家启用典礼 在这时时回忆当初在行政院长任内 前县长潘摩安跟他提到 要规划成立动物之家时 他认为要赢得包括地方民众 社团还有地方民意机构的帮忙 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很开心在看到包括前县长 和现任县长周春明的努力下 让屏东县市走在其他县市的最前面 我那时候在应该在行政院 我那时候说不看好 做这个不容易 因为第一个要地方民众支持 还要社团协助 特别是乡镇长还有村里长 那个都要支持才有办法 赖清德在支持时也引用 印度圣雄甘地所讲的一句话 表示一个国家的指标有很多种 其中对动物的态度是友善的 就表示这个国家是文明的 也提起动物之家 除了作为毛小孩的乐园之外 也要积极为毛小孩找寻任养 给他们一个安心的家 除此之外 他也特别当场宣布 任养目前在动物之家内 去了一条腿的毛小孩班班 我520已经就职了 但还没有搬到总统官邸 我搬进之后 我再来领养班班 让他在搬进总统官邸之后 也可以让班班跟着住进总统官邸 很多事情真的不要用政治挂帅来思考 同时我们要特别呼吁 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 就是我们中天希望人民都要过好日子的宗旨 不过我们再来看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的暖心举动曝光了 立委红孟凯透露说 上个星期 其实韩国瑜在一场私人的行程当中 遇到从高雄北上的乡亲 希望可以请他帮忙录影片 这影片是要鼓励正在跟病魔对抗的奶奶 他甚至还特别以客家话来祝福 要老奶奶不要接受家人的照顾面 得让晚辈烦恼 不过这段暖心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苏贞阿姨你好 我是韩国瑜 你好你好 你一定要听儿子的话 把身体养好好不好 然后能够请外劳照顾的话 让儿子 孙子就不要为你担心 该准备的功课 每天都把功课写好哦 好不好 苏贞阿姨 改天有机会到高雄 我来看你好不好 加油 生萌安之生 去仔细 经历吧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